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日前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他从日本回到台湾 开了一场记者会 不过引发蛮多的争议 因为他有要求记者手写题目单 同时必须要递交完整的题目 因此大家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想要事先知道 媒体想要问什么 就可以先提前准备好自己的答案呢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记者用手写题目之后 就发现问题竟然是遭到了篡改 怎么说呢 当下主持人 就有帮媒体代为提问 不过这位媒体记者 立刻在现场有做了反应 因为他说 我的问题不是这样问的 不过当下这个声音被盖了过去 因此大家都觉得说 郭台铭你办这场记者会 似乎也失交了 因为你怎么不让媒体 自己来问问题呢 同时当下主持人有说 由于各家媒体问的题目太像了 所以突然宣布 不开放媒体提问 因此也引发质疑说 你是不是不敢跟媒体直求对决呢 当下其实有记者直接说了 我们媒体之间都是有默契的 大家会彼此来瞧一下 问过的问题就不会再问 因此现在也引发很多网友开酸了 有网友直接说 你郭董还是回去当大老板吧 也有人提到还没选顺就如此对待媒体 如果拥有权利之后会怎么样变得更蛮横呢 也有人质疑说 郭董你有政治幕僚吗 你有请熟悉媒体的幕僚吗 好 当然现在呢 时事评论黄阳明他也分析了 他特别提到包含了事先过滤 还有拟定访问题目的方式是很常见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能够直接代替记者来发问 甚至是扭曲题目 这是对于媒体的基本尊重 而郭台铭这场记者会 让记者抱怨连连 也代表他虽然是有参选总统的决心 但是呢在跟媒体的互动上 表现是完全不及格的 你把记者都找来现场 结果呢记者不能自己问 我要透过一个叫做主持人 然后呢去自己筛选 我看很多媒体都有问这一题 那我就会问一下这个郭总 先人跳怎么样 不是啊今天会变成 你这不叫记者招待会啦 这不叫记者座谈会啦 这个叫什么 这叫主持人收集意见 然后问郭董啊 这叫你今天这个标题 刚才叫郭董给问吗 居然是到现场去手写提问单 那因为后来我事后了解一下 他说这个叫股东会的模式 因为那场主持人就是 这个鸿海的发言人 手写的嘛清清楚楚嘛在这里 因为主持人是鸿海的发言人 所以他们可能是把这个当 股东会的模式来办 他们不知道一般来讲 政治人物的记者会 其实最简单的一种叫做现场的提问 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叫做读法 对直接就是麦克风 用一个麦克风讲 好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来问 这两种模式他都不采用 他采用的是主持人筛选题目 而且要先事先拟好题目的模式 我觉得你事先收集题目 OK哦其实OK 有很多这个过去的很多的媒体的这个所谓的联络人 都会用这个方式 为什么因为他要让老板先知道说 大概有哪些题目 你可以预先做准备 可是不代表你不能代替媒体去发问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对媒体的尊重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提早 你要提早告知 你不能在现场 人家到了现场 你才说不好意思哦 你们要先写提问单 而且我们统一来提问 如果你要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得要先沟通完毕 那很明显会有媒体现场采访媒体 事后去写一大篇说 其实都有扭曲原意啦 然后呢我们有抗议啦 都没有办法获得这个任何的这个这个 获得就是对方的谅解或说明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 光是你要选总统 你在跟媒体互动的这个学分就不及格了 好再来听一下是前立委郭正亮的分析了 他认为郭台铭这么大阵仗 开了这场记者会 但是呢没有大大方方让媒体记者问个够 也没有报告太为重要的事情 好其实根本就是完全不了解媒体的生态 台湾的选举没有人是这样操作的 郭台铭昨天那个记者会让大家觉得 哦你是在干嘛啊 很神神秘秘的 而且不符合记者直接举手提问 然后主持人还讲说 哎呀我怕你们的题目会重复啦 可是这没关系你还美化 或是直接篡改别人的提问 那人在现场哎 我跟你讲啊 我们这位记者朋友他就直接跟他讲 我们自己都会瞧啦 不会有一题是重复的 本来就是啊 本来就是 这个熟悉媒体的都生态就是如此 不用到郭台铭的场子 任何一个场子在即便在立法院 彼此在这个立委上来之前 我们会先瞧一下 那如果好我跟你说这题我问 他就会把他要的角度也让我一并问出来就好了 我们不会有在互相再去问一样问题的问题吗 对嘛所以他根本不了解媒体的生态 这不是不了解吧 不就不可思议嘛 然后他还他还把你的问题给扭曲了 对 不可理解的是你既然要开设记者会结果 结论是让大家再等一个月 这个也是蛮诡异的啦 这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帮他操盘的人 没有告诉他 一个选举竞选总统的一个节奏该如何啦 因为国民党最后一天是6月18号 是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去中南部座谈 那请问中南部座谈是公开的吗 如果照你这样讲到时候又是不公开咯 一定要等完30天你才公开咯 那我们今天是几号 他昨天是4月18 那一个月之后就是5月18嘛 是这样嘛 对不对 哪有人这样在搞选举的 这不可思议啊 针对了这个事件呢 文化大学的大众传播学系主任王翔玉 他也分析了 记者其实是政治人物跟民众之间 很重要的沟通桥梁 而且记者并不是红海集团的员工 建议郭台铭呢 应该要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确立这方面的认知 政治人物为了展现他们的亲民 并不会特别去限制记者的发问 即使有提案案的方式 也更不会去更改记者的问题 因为用提案案的方式比较在那些公开说明会 或股东会或一些会议场合才会发生的 那郭董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当然疫情期间他捐助疫苗 这些对他的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形象 那也让他成为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但是今天他要选总统 那跟民众的沟通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了 那记者其实是在那个 郭董跟民众之间沟通非常重要的桥梁 这次记者会发生这种强势的去控制场面的状况 反而让郭董在日本的那个访问的成果失交 我建议是郭董应该好好请教传播专家 让记者会的时候 跟民众沟通能更接地气 那同时要修补一个媒体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现在其实那个遇到一个总统 是不开记者会 也不跟民众沟通 我希望台湾未来的总统 是一个可以跟民众诚心沟通 另外记者跟民众其实不是鸿海的员工 可能郭董要有这方面的一个体认 好 其实呢 当下在这个记者会的举办的时候 我们也观察到了 从4月18号的上午10点 一直到10点半多钟的时候 台湾呢 7家新闻台 7台都在联播郭台铭的记者会 讲话全程将近半个小时 而且从Nielsen的记录来看 7家新闻台在郭台铭讲话期间 是完全没有进任何广告的 国庆大典 也不过如此啊 好 当时呢 7家新闻台一致是以国庆转播的规格 不进广告全程直播 这也算是台湾新闻台的奇观 好 另外你可以看到当时啊 各家新闻台的播出时间 从大约10点02分左右 郭台铭唱了国歌就进了现场 好 一直到他 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前 都没有进任何广告诶 好 一直到结束之后 才进了广告 当然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出来 针对这个部分呢 前立委蔡正元 他有特别提到 他认为说呢 其实这个郭台铭 他应该要开除这种公关公司 建议郭台铭应该学一下 俄罗斯总统普丁 让大家问好问满 其实政治人物总是要跟社会大众沟通 做作秀无妨 但是你在做秀的时候 不要有一种很大或者很严重的缺失 昨天郭董那场记者会 可能是商业公关公司安排的 因为商业公关公司真的不太了解 政治上的运作 我建议郭董可能花点时间 去看一看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开的记者会 他那记者会有时候一开两个小时 完全让记者问到保 让记者问到自己记者快没有体力 他还在那边谈感而谈 而且跟记者的对话 记者那个时候是代表的全体人民 对你的这个想要请教你问题 或者对你有所质疑的 这个时候的记者就是人民的话声 那你不可以说不让记者直接问 这好像有点怪 所以可能郭董没有一个 四格的政治幕僚 我建议郭董把他昨天 帮他办记者会的人全部开除 好 但是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 其他人怎么样分析 还有解读的 谢寒冰就认为 郭台铭你如果真的对自己有信心 那么就不应该限制媒体提问 只是担心会被攻击的话 那干脆考虑不要参选 所以呢 谢寒冰他也怒批 郭董的记者会 根本就是一场大型的烟火秀 我觉得郭台铭 郭董也蛮好笑的 就是这是你想要参选总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记者会 正常来说 如果你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应该是让记者去问道保 也不应该限制题目 结果你先发个单子 叫大家填单子 好像要有题库你才能够回答 你必须要先有所准备 那再来呢 准备就算了 你如果去散改别人的问题的话 就表示你刻意在回避某一些东西 那如果你一开门 初始的第一步就这样子 磕磕碰碰的很多东西 这也不敢讲 那也不敢碰的话 那未来你不是会成为剑靶 被人家攻击到体无完肤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郭董自己要好好考虑 如果你这么担心被攻击的话 你是不是要考虑干脆不要参选 基本上这个记者会 本来就是一场秀 那主持人当然是他找来的 那找来当然要捧他 拿人钱财语言消灾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是 你要把它看成是 郭董重要的一部 还是只是一场大型烟火秀 那就看郭台铭后面的路 到底要怎么走 好 郭台铭开的这个记者会 引发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当然当时台湾的七家电视新闻台 不约而投 都花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 全程来做直播 好 七家电视新闻台 更是行动一致 连广告都没有进 出现了罕见的七台联播的豪华场面 好 其中呢 备受关注的是几家的媒体 像是这个年代一电视 当时用将近半个小时的 整点新闻的时间 全程在直播 郭台铭 好 一边挺郭 一边谈话 节目几乎天天都在修理 猴友谊 好 当然现在呢 这个媒体挺郭 劈猴 到底他们是绿媒 还是前媒呢 当然提醒网友们 可务必要睁大眼睛 千万千万不要被带风响了 好 郭台铭的这个记者会 有人说 整场记者会根本就是荒腔走板 前立委郭正亮他有说 郭台铭的心态 大概还以为自己是在开公司的财报发表会 而且说从日本反国要报告成果 结果呢 是叫大家再给他30天的时间 表示到时候才会再来报告证件 好 那么你开这场记者会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呢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你以为你是在开财报记者会 他还以为他是公司财报 记报在发表 也不是股东会 阻止小股东烙场 是不是 选总统是要选民支持你 而且这些媒体都是老鸟 所以还说什么 我怕你们问题重复 所以我要过滤 媒体自己都会避开问题 媒体记者都会去瞧好 本来而且我跟你讲 我签别台问了 我就不会再问了 本来就是嘛 我真的匪夷所思 而且昨天他那个题目叫什么 叫做日本反国经济政治科技成果报告会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最后说你该给我30天 我再来跟各位报告证件 怎么会有人这样搞 那就是你应该就直接讲说 我如何成为中华民国 最好的CEO 那大家对我要有期待 我会提出最好的证件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最需要什么 你至好让人家有点期待 去铺梗嘛 那接下来他又说 他要在北中南开说明会 那请问又是闭门吗 大家可不可以进去听啊 可不可以提问啊 之类的 都不知道 我觉得侯友宜这个 他行程即使没有公布 可是你会觉得他去新加坡 确实在铺陈他要选总统的路 可是郭台铭这个 我就不知道他要怎么继续玩下去 我找不到头绪啦